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剪頭髮啦 昨天跑去找Winnie修頭髮 然後我剪的這次是一個前短 前長後短的這種 有點復古的感覺 然後瀏海也稍微修短一點點 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1月最愛 那其實每月最愛一直都是 我個人很喜歡的一個單元 因為我覺得就是可以輕鬆的跟大家分享 這個月的愛用品 但是呢我在12月的時候就想說 新的一年的每月最愛單元可以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 因為很多人說希望可以多 聽聽我跟大家聊天 閒聊或者是分享我的一些 價值觀或是想法之類的 可是我其實 有時候刻意的去拍一支 就是這種閒聊主題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有點 漫無目的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從今年開始 因為今天是2019第一支最愛單元嘛 希望今年開始我每個月會有一個 主題然後來跟大家 聊聊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以後就是會前半部分是 就是最愛的單元就是愛用品一樣 然後後半部分可能就是會針對這個月 我想要聊的主題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心情這樣子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樣子 不一樣的變化 OK 那我們就先來分享愛用品吧 好 那首先第一樣呢 就是這個CLEO的假睫毛 大家應該想說假睫毛這個東西 現在應該很少人在用了吧 那其實我也有一陣子沒有用假睫毛了 不只一陣子喔應該有兩三年吧 就是其實我沒事不會想要特別用假睫毛 但是因為呢我也很久沒有去接睫毛了 那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可能很喜歡接睫毛 是因為就是你可能可以 減少你化妝的時間或是什麼 可是因為我自己的工作關係 有時候我會需要試用一些睫毛產品 或者是說我可能常常需要上妝 所以我接睫毛反而會讓我會 花更多時間要去補或是等 然後我就想說 維持我原本的睫毛去刷就好了 可是因為你其實常常這樣子上妝啊 也還蠻傷睫毛的就是 我睫毛本身就是比較脆弱性 然後再天天這樣子刷 其實會比較沒有看起來那麼的濃密 那有時候我的妝感比較重 然後睫毛看起來沒有那麼濃密的時候 反而就會有一種奇怪的落差感 所以我上次去Sour的時候 我就逛了CLEO 我就看到他們家有在賣假睫毛 不如就買來用看看好了 就抱著這種一式的心情 其實我一買之後呢 我真的過了半年我才打開來用 打開來用之後 我發現就是有點相見恨晚 這個真的好好用喔 我買的型號是這個 它有分捲度跟長度 然後我買的是這種J型的 比較自然的捲度 然後長度是8公分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我很喜歡呢 是因為它帶起來非常非常的自然 我再把那個戴假睫毛照片提到這邊 因為我今天上妝的時候忘記帶這副了 你們再參考看看 然後它帶起來呢就是很像我原本的睫毛 可是變得比較濃密 然後它的捲度其實跟我本來的睫毛幾乎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平常燙睫毛燙起來的那個捲度 所以它會很自然 不會有那種很刻意往外翻的感覺 也不會看起來好像太過濃密 我就覺得它的這個濃淡適中做得剛剛好 然後它還蠻貼心的是其實你一買新的啊 它裡面會 除了假睫毛之外 它還會附一個假睫毛膠 不過我自己平常就是用那個 我沒記錯應該是第一批的吧 就是銀色蓋子白色管身的那個 我自己就覺得很好用了 然後你們可以近看 它的梗其實是透明的 所以會是更加的自然 就不會在眼睛睫毛根部有粗粗的一條 而且它是做這樣有一點點交叉的那種設計 所以其實你戴在睫毛上 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自然 真的強烈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睫毛比較稀疏 偶爾想要睫毛看起來濃密一點的話呢 真的這個去首爾的時候可以買一下 再來第二樣要來分享的是 ASOS的睡衣 最近有點眼熟對不對 其實我在首爾的get ready with us 有穿著它來上妝 不過呢其實我買它蠻久的 我在去年的雙十一 那時候我拍一個ASOS開箱 我就有分享過它 然後我拍完影片 我去試穿之後 發現那個褲子太長了 可能我買尺寸偏大 然後那褲子長到不行 後來我就想說我身邊有誰比較高 我就把這一套給CATTY 然後我在買了第二次之後呢 嗯 尺寸有比較剛好了 但是褲子還是太長 就是它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點脫地 所以後來我的解決辦法就是 把那個腰的褲頭的地方 稍微往上捲一點點 但是沒有第一次那麼長啦 還是可以穿 然後我穿了之後呢 我非常喜歡第一個 它的這個圖紋 那時候我就有講 它的圖案是我一眼就覺得 啊好可愛 那種復古配色 然後圖騰的感覺 而且上面有這樣 長頸鹿 大象啊 豹啊 這樣子印花 然後這個橘色我也很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布料 是 應該是棉質的 就是穿起來很舒服 因為我覺得 睡覺穿的舒服 非常的重要 就是有時候有一些斷面或是蕾絲 反而會有一點點 容易摩擦到皮膚 可是這種棉質就是完全 舒適度很夠這樣子 所以這套是算是我近期很愛穿的一套睡衣 再來下一樣呢 是這個 Bersi Tutu的 保暖發熱BRA T 應該算這樣子的名稱吧 就是這一件呢 其實那時候 我一收到沒有馬上拆開來 但是後來因為我前陣子去手耳 真的很冷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要穿一個 比較舒服 然後又貼身的內搭在裡頭 然後出國其實我蠻喜歡穿這種BRA T 是因為 你戴內衣啊 有時候那種鋼圈的 你又會很怕壓 然後它穿起來的舒適度 可能又沒有BRA T那麼舒服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都一定要穿內衣的話 廢話當然要穿內衣 我一定要穿內衣的話 我就挑這種 就是它這個是有 保暖材質的這種BRA T 然後一穿之後 我覺得它好舒服喔 因為一般我們想到 保暖可能都是發熱衣啊 頂多是發熱背心什麼 可是這件我想要特別推薦給大家 是因為 它是做這樣子細肩帶 然後它的肩帶是可以拆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穿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背心那樣穿 然後有時候我們不是 會穿一些毛衣 可能是比如說 挖肩的啊 衣制領啊 這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穿在裡頭 因為 你有時候會覺得那個毛衣 它不是會還是會有點縫隙 你縫會進去 那這時候你把它穿在這邊 它就可以完整的 把你的肚子這邊包住 就是保護住 就比較不會透風 這是我覺得它很實用的一個地方 然後 再來就是它穿起來的舒適度也很夠 那你說保暖度的話呢 嗯 當然不可能像發熱衣 整件穿起來的那個保暖度那麼夠 但是我覺得它的這個貼身 跟它的這個 嗯 輕膚的那種材質 我覺得是 穿起來舒適度是很OK的 所以這件也算是我近期很喜歡 搭配在裡面的 就是內大 然後再下一樣呢 是這個 皮拉的腰包 那我12月其實去了兩趟首爾嘛 然後月初的時候 我就先買了這個腰包 那我一直很想找一個好看的腰包 因為近 其實從去年開始 就流行那種各種不一樣的腰包 有些是皮革的啊 有些是這種帆布的 那為什麼會想要買這個 是因為皮革的包包我還蠻多了 可是 有時候我穿的比較運動 然後我想背一個包包 你突然背一個皮革包包 其實有時候會有一點點衝突 或是不一定那麼搭 然後我就那時候看到這個 FILA就覺得 哇這包腰包長得也太可愛了 而且它是白色的 白色的話 就是有時候我們秋冬 不一定秋冬啦 就是穿深色或是牛仔褲的話 它就會戴起來會比較跳 所以我那時候 我記得它好像有出 黑白粉紅之類的吧 反正我毫不猶豫就買了這個白色 而且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FILA的東西感覺就是要買白色 然後配它這個 深藍跟紅色的紙 因為我月底不是又再去了一趟首爾嗎 那時候我其中有兩天我就 穿這個腰包來搭配 它可以有兩種背法啦 就是一種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斜背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可以這樣子 放在腰間這樣子 那放在腰間的好處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 你冬天穿那種厚外套 你再背一個包包 其實會有點卡 或者是你背這樣子斜背 它其實會套不進去 那當腰包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解決這些困擾 而且除了這個困擾之外 我發現我戴腰包的那一天 我整個人就是神清氣爽 因為你平常背包包 你可能吃完飯啊 或者是走出餐廳什麼的 你要喔我要看我包包有沒有拿 不會我就是那天 我腰包就掛在身上 然後我吃完飯我就直接走出去 都不會忘記帶東西有沒有 然後就想說 欸這是意外的收穫嘛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容量啊 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我出國我就是會帶短夾 然後兩本護照 因為我會幫皮先生一起帶 然後可能就帶個 乳妝的唇膏啊 頂多再帶個小小的氣墊或是粉餅這樣子 它其實蠻能裝的 很大 然後像短夾啊 還有什麼 衛生紙啊 唇膏啊 其實是都可以塞進去的這樣 還蠻能塞的啦 而且因為它是那種帆布材質 所以本身其實就蠻輕的 所以就算掛在腰間 也不會造成你太大的負擔 而且這個我記得好像才六七百塊吧 有點忘記詳細的價格 但我覺得還蠻物超所值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去逛SOR的FILA的話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這個腰包 我覺得它做得很可愛 那真的要挑缺點的話呢 就是這個帆布 它其實蠻容易黏毛的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我穿黑毛衣在上面 然後我會一直跟它摩擦嘛 那這時候我就是會拿那個 IKEA那個黏的那種滾 就是背完之後這樣子黏一黏 它就會好了 所以我就覺得OK啦 這個是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配件 好最後一樣呢 還是FILA 因為我剛剛說那個腰包 是我12月初去SORR的時候買的戰利品嘛 然後這一個呢 就是我月底的時候去買的 因為我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有在SHOP UP上買了一雙FILA的老爹鞋 這雙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我第一雙買的 這雙我也很喜歡 可是後來發現啊 它我買的是剛好的尺寸 可是我穿久了會稍微有一點點搖腳 就是可能太剛好了 然後這次我去SORR的時候 我就買了另外一雙 這雙的鞋型就不太一樣 它的型號是叫做 Ray Chaser 它是一樣是全白的鞋子 可是它的鞋帶有這樣子挑紋的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也有附一對全白的鞋帶 所以你就是可以不同的搭配 然後這雙穿起來呢 我覺得就是 因為老爹鞋它是那個 腳背那邊會感覺比較厚嘛 那有時候如果你不想看起來 腳胖胖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個 它一樣有稍微有點根度 可是它的正面鞋型 就不會那麼的胖 然後穿起來感覺是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然後這雙我就有稍微買大一號 我覺得穿起來就是比較舒服剛好的 然後是可以走一整天的那種 所以最近我就是還蠻常搭配它的 那時候去SORR最後兩天好像也都是穿這一雙鞋子 OK 愛用品分享完了 那其實這個月的閒聊啊 我本來訂的主題是新年新希望 我想說1月嘛 應該可以分享一個新年的期許之類的 後來我想說我蠻多想講的話 都在那個年度檢討大會那支影片中 有跟大家聊過了 那有些剩下比較隱私私人的 我就不太特別想要拿出來講 雖然很多人說 願望期許 就是要拿出來讓大家知道來監督你 可是我覺得 你知道我這個人比較務實派 我真的去做了 達到的 大家我覺得就會自然就會看得到了 所以我就 臨時想說換一個閒聊的主題 那因為我最近看了一部影集 叫做安眠書店 是Netflix新的影集 那部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那種一集會想要一集結下去的那種 那它的劇情其實還蠻血淋淋的 我不要劇透太多 我不是要跟大家聊劇情 是因為我看完之後我覺得 有點小小的啟發 是 我們很多時候啊 譬如說我們在滑啊 手機看一些新聞啊 或是看一些 社會現象 或是有時候觀察一個人的時候 比較容易去看到表面的東西 因為你不可能一次會看到全貌 那有時候很多人會針對這個表面 去做一些評論 譬如說我覺得 有些看起來很光鮮亮麗 或者是可能從事 呈現很美好事物的人 背後 其實他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辛苦 可是其實有些人就是 看起來表面上好像很可憐啊 或者是很辛苦 可是其實他不一定是真的是真心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出社會這幾年來 學到還蠻 還蠻重要的一件課題 就是我覺得 不要只是看一個東西的表面 所以我有時候看一些社會的評論啊 或者是去觀察一個人的時候 我比較不會 呃 怎麼講 我會變得比較獨立思考 不會因為大家說 喔你是怎樣怎樣的人 或是怎樣怎樣的事情 我就會跟著覺得這樣 因為之前 你知道很多社會現象 大家現在在流行什麼 或是大家同時都在罵同一個人的時候 大家就會跟著罵 這種東西有個現象叫做羊群效應嘛 可是我覺得 我們 呃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是在人的相處上 我覺得要 有獨立思考這個能力 非常的重要 因為 有時候 真的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樣子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會想跟大家聊這個 可能是因為有時候 看到一些現象 然後或者是 就是在我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 就是 有些人可能不了解你 所以就會對你做一些評論 或者是對你下標籤 那 我希望 我自己不要成為那樣子的人 所以我也會跟你們分享說 有時候你看到一件事情 你可以試著從不同的角度去 看這個觀點 然後或者是說 不要 人云亦云 大家覺得怎麼樣 你就覺得喔 對他就是這樣的人 或是喔 這件事情就是怎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有獨立思考能力 也可以幫助你在 處理事情上 會更圓融更成熟 這樣子 好啦 那以上就是 這次的音樂最愛還有閒聊 那下次如果你想要看 什麼樣的閒聊主題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看看 大家有沒有 比較有興趣的主題 剛好是我也想分享的 那我覺得 藉由這個單元 可以讓大家 可能更認識我 或是我們可以有更多 不一樣的話題 我覺得也是還不錯 一件事情 OK 那就這樣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